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文理诗序的故事 这个故事将编文理见到上级袁凤高举止诗错 袁凤高笑话他他巧妙应答大拍马屁 先听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编文理见袁凤高 编文理编让是陈留俊人 他有一次见到袁凤高 袁凤高曾经做过陈留俊的太守 就是像下级见到上级诗次序 就是什么举止诗错 不知道这个手放哪 非常的局促 凤高曰 西遥聘许游面无作色 哎呀当年啊 这个姚帝啊 聘认许游做自己的下属 这个许游啊 虽然是下属 但是面对姚帝啊 面无作色 一点都不害怕领导 作色啊 就是羞愧的颜色 就是形容一个人啊 这个脸色不太自然 先生何为颠倒衣裳 这个衣裳啊 如果是连在一起呢 表示整个衣服呢 叫衣裳 单独啊 就上衣下长 念长 这个诗经里啊 有一首诗叫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颠之倒之 自攻招之 就是天还没亮啊 哎 这个衣服啊 穿的 哎呀都 把下面的裙子套到上面 上面穿到下面 乱了 套了 先生您啊 为什么举止失措呢 文理答曰 编文理说 明府出陵 明府啊 就是指高明的府军 哎 就是对自己上级的尊称 哎 领导您啊 刚刚到我们陈刘峻这儿 姚德 魏章 是以贱民颠倒一长耳 您啊 简直就像姚帝一样 但是啊 您的这个德行还没有彰显 就是啊 像我们贱民都不知道啊 领导啊 你到底啊 是非常的凶狠呢 还是非常仁德呢 不知道啊 所以啊 像我等贱民 不知所措 颠倒一长耳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编上编文里 有一次啊 看见了 袁凤高 举止失措 手啊 都不知道放胆 袁凤高笑着对他说 哎呀 当年啊 这个姚帝啊 聘任许游 做自己的手下的时候 这个许游 看到领导呀 面色如常 那么先生您 为什么 举止失措呢 颠倒一长 弄得这么狼狈呢 编文里 回答说 哎呀 领导您啊 刚刚到我们陈柳郡 当我们的地方官 您啊 就像上古的姚帝一样 但是啊 这个德行 尚未彰显 像我等贱民啊 老百姓啊 不知道您啊 是非常的 霸道 还是非常的人词 心里没底 所以啊 举止失措 最后再跟标书 完整的朗诵原文 编文里 见袁凤高 诗次序 凤高曰 喜遥 聘许游 面无作色 先生何为 颠倒一长 文里答曰 名府 初龄 姚德未章 是一见名 颠倒一长 谢谢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